又到了一年一度卷草坪的时候了 今天呢来跟大家拍个视频 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去处理我新家的草坪的 首先来看一下我网购的这几款产品 这个Surf Builder是中间最贵的一款 大概是50多块钱 现在还在打折 不打折的时候大概是70多 就是这样一大袋子 那一袋呢可以cover12000个square feet 我大概需要一袋半这样的量 你可以看到它针对的就是这些杂草 然后这一款呢我买了两个 一个是这种小的直接连在水龙头上喷洒就可以了 还有一款呢是后面这个 它自己带一个喷头 这个就是可以定点去杀一些蒲公英啊之类的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这两款呢也是一样的 一个小的再加一个大的 前面这个呢我已经这一罐已经用完了 它没有写大概多久会生效哈 但是我喷完一个星期了 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那后面呢我会继续尝试另外的这两款 现在呢我的草坪的状况是这样的 乍一看呢感觉捡捡草还是可以的 但其实仔细看呢里面有很多的杂草 尤其是往前面走一走就能看到满地的这个蒲公英 那蒲公英呢它一旦开花结了种子之后 这个种子就会随风飘散 导致整个草坪都会被这个蒲公英去占领 像这个就是种子已经散播完的了 前面这一片地上是很多很多的蒲公英 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太出来 然后从下面浮 就是蹲下看的话就能看出来了 这些高出草坪面积的全部都是蒲公英 而且都是只剩下杆子了 旁边呢还有这种 就是类似四叶草这样的东西 这个也是蔓延的面积就很大很大 英文名叫clever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其他品种的 这个杂草 所以呢我主要就是想要针对蒲公英 然后clever 还有一种那个叫什么螃蟹草嘛 就是这三种 是我在我们家的这个草坪上 发现的相对而言比较多的 那圆丁呢现在我是让它每隔一周 然后过来捡一次草坪 其实草坪护理呢也是可以由它来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视频素材 所以呢检讨的工作还是交给他 然后我呢主要是有针对性的去处理一下草坪上的杂草 那大家如果就是草坪面积比较小 自己割草的话呢那建议是先割草割完了之后再去撒这些药 然后再去喷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再来说一下这个怎么样去撒这个颗粒状的这个肥料 那颗粒状的肥料呢它很细小 你当然可以用手撒如果面积比较小的话 但是我这边面积比较大 所以呢我就用这个电动的这个拨撒器 它上面有一个按钮 然后是放电池的 电池放进去之后一按按钮就可以开始 就是搅拌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以就是你设定好的这样的一个间距去拨撒出去 它都是可以调节的 而且拨撒的方向也可以调节 这个是我以前在加州买的 在加州的时候我就用它 然后后来就带过来了 就是把这个肥料啊或者是草种子放到这里面 然后一按开关它就可以开始拨撒了 你可以一边走一边撒 刚拍完那个视频 然后它就坏掉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没电了 然后换了一个电池 发现它彻底就不动了 所以呢我又紧急的在Amazon上买了另外的一个 那既然要买的话就干脆升级一下吧 就买一个大一点的 然后这个呢 其实它的工作原理跟那个是一样的 到货的时候呢就已经是组装好的了 只需要把轮子插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非常的简单 这边这个橘色的呢也是可以调节间距的 就是每一款肥料它在袋子上都会告诉你这个间距你要调到多少 那我现在买的这款是建议三又二分之一 我把它调到二又二分之一 因为我这边杂草比较多 所以我希望它更密集一些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自行调节 然后一开这个开关往前推的时候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进行播撒了 这个我觉得比较省力吧 你不用一直提着它了 而且它能够放进去的这个肥料会更多一些 就是比之前那个手拿的要好一些 现在呢我已经把它倒满了 倒满的话就是那个大袋子三分之一的量就可以把它倒满了 然后一边走一边摁着手里的这个开关就可以开始播撒了 今天呢我已经把整个的这个前院的草坪都放肥放完毕了 那三周以后呢我会再跟大家发一个更新的视频 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